关于俄乌战场的分析 火力军已经不知道做过多少期影片了 从开战之初到新年轰炸作为一场高烈度局部战争 双方投入的兵力超过了想象 然而这场战争却没有那种瞬息万变的感觉 最初许多人都觉得这是碾压式的战争 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碾压 但事实证明这场战争已经攻防转变了 虽然战场依旧是在乌克兰 但却是乌军追着俄军打 今天火力军就来分析一下 乌克兰怎样才能将俄军打得撤军 从而让普京坐上塔塔西 而俄军又该怎么做才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俄乌双方局势快速升级 又会不会导致三战的爆发呢 其实在俄罗斯不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下 西方国家只要愿意就能帮助乌克兰赢得战争 只需要实质性提供足够杀伤力的武器 以及足够多的信息情报服务就行了 毕竟以俄罗斯一国之力 难以对抗西方数十个国家的联合 更别说其中还有一个美国 乌克兰之所以能在这场战争中越打越强 就是仰仗着西方国家提供的四大利器 以标枪独次为代表的便携式防御武器 以海马斯为代表的火炮和火箭炮系列 另外还包括德国PCH-2000 法国凯撒波兰谢氏 以及英国M270等 然后就是以TBR为代表的各种侦察攻击无人机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各类炮弹导弹 例如海马斯的火箭弹 155毫米榴弹炮弹 又或者是美国提供的 AGM-88反辐射导弹等 这些装备让乌军能在战场上进行正面对抗 但乌克兰想要彻底打败俄罗斯 还需要满足以下前提 军队拥有足够多的兵源 西方援助能够源源不断 乌军能在战场重创俄军全部主力 消灭其战争潜力 如果能直接摧毁俄罗斯核武库 这场战争直接就认输了 想要俄罗斯彻底认输 乌克兰必须具备上述一多半的前提 不然战争可能还将持续三到五年 事实上还有更快的方法 那就是西方国家下场参战 从常规战争的角度来看 一旦西方国家军队和重武器加入乌军 势必要对俄军前线部队造成巨大损失 而俄乌战场实际上已经变成 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只是战场仍控制在乌克兰境内 直白一点说 就是战争的规模相对较小 而且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不过在西方国家不攻击俄罗斯本土的前提下 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是还在的 还能继续坚持一段时间 而俄罗斯这边想要赢得战争 其实也并不容易 所以火力军才会假设 俄罗斯赢得战争需要达成什么条件 此前普京与爱尔多安通话时表示 为了实现政治方式 结束俄乌战争 乌克兰必须接收新的领土现实 换句话说就是 我俄军占领的土地 就是属于俄罗斯的 在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公式中 除了俄军撤出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领土外 还包括惩治普京等一众战犯 俄罗斯赔偿乌克兰战争损失等苛刻条件 但是俄罗斯都无所谓 都可以进行谈判 唯独侵占的领土这方面不能谈 从某种意义上讲 俄罗斯是一只吞噬土地的怪兽 只进不出 但俄罗斯忽略了一件事情 你能强行占领土 这没什么 关键是能不能保得住 俄军几次大撤退已经震惊了所有人 目前正面战场 俄军整体处于首饰 虽然东部战线上的俄军 像巴赫木特等多座战略要害城市发动了进攻 但并未能够将控制线向前推进太多 而在南部战线上 俄乌双方都减少了进攻行动 转而以无人机 巡航导弹和火箭炮互相空袭 试图削弱对方的战斗力 俄军在战场上一再失势 除了西方援助大量武器以外 还有就是国内经济总量萎缩 战争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无底洞 哪怕美国也无法承受持续性的战争 只是相对来说 美国要强过其他国家 目前俄罗斯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迫使乌克兰做到谈判协商 以一个有利于俄罗斯的开局进行谈判 最终保证能成为俄乌冲突中的胜利者 毕竟已现如今的俄罗斯 已经无法继续进行长期消耗战了 而对于这一目的 有人提出了一个危险的解决方案 通过封锁打击乌克兰境内的北约装备 来实现自己的战略胜利 乌军之所以能实现对俄军的战术优势 就是依靠西方国家援助的大量武器 无论是大名鼎鼎的海马斯 标枪 还是复仇者NASA MS防空系统 都让俄军感到颇为棘手 如果能够针对性的摧毁这些援助武器 显然就能够让乌军重新处于不利境地 此前俄罗斯对奥德萨的海上封锁 已经证明了 在非军事领域迫使西方让步的可行性 因此有观点认为 如果俄罗斯能够实现对乌克兰全面封锁 那么迫使泽连斯基政府中立 启动双边谈判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但理想很丰满 欠时很孤感 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其实并不高 俄军并非没有针对性打击西方武器 但也仅限于乌军前线的仓库等设施 只是乌军防空系统的大量部署 没有空中优势的空天军 已经很少进入乌克兰西部空域活动 而西方武器恰恰是通过这一地区转运的 俄军在缺乏情报 缺乏侦查手段的情况下 很难找到军援装备 运入乌克兰的第一中转战 更别提发动针对性打击 另外美国也排除了 美国监督乌克兰境内武器装备的运转情况 俄军空袭中转战 很可能会造成美军士兵的伤亡 这有可能导致美俄之间的军事冲突 在自身实力严重削弱的情况下 普京肯定不会选择这样做 而封锁乌克兰全境更是难上加难 当初能封锁敖德萨 靠的是海军单位的优势 然而在陆地上 虽然又动员了30万后备力量 但凭借这些兵力 封锁乌克兰与波兰等国漫长的边境线 简直是异想天开 俄军现在连重新控制 乌北部与白俄边境地区都很难做到 更何况直接控制乌克兰大后方的西部 当然 俄军也可以选择通过核打击手段 来对乌军有生力量 造成重大伤亡 随后再实施这一计划 但无论是走哪条路 俄军的胜利之路无疑都是十分坎坷 一招不慎 就有可能导致全面战争的危险之路 所以 俄军想要获得战争的胜利 真的是难上加难 目前毫无疑问的是 俄乌双方依旧在尽量保持克制 并未将战场继续扩大化 但凡事无绝对 如果俄罗斯认为自己无法赢得战争 如果乌克兰觉得无法将俄军赶出去 双方彻底打击眼了 会怎么样呢 连日来 俄乌两军展开激烈对战 一向占据优势的俄军却在近日遭遇滑铁卢 锦西年当天就有数百名俄士兵被歼灭 俄军也在库皮扬斯克 红利曼以及顿尼茨克等多个方向 对乌军士兵和武器装备进行大规模打击 目前来看 战争烈度不可避免的要提升 在新年过后的几天中 俄军虽然装备损失不多 但人员损失却十分惊人 每天都要700人左右死亡 报复性袭击的增多 再加上伤亡数量的不断攀升 俄乌已经打出真火了 目前 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筹备春季攻势 俄罗斯希望借此改变战场颓势 乌克兰则是一举击溃战场上的俄军 打出真火的后果 就是双方将在多个战线进行血拼 规模将远超2022年 这也将伴随着大量伤亡 一旦俄军在未来攻势中处于劣势 保不准可能会进行报复性轰炸 或许将对乌克兰造成巨大损伤 当然这些推测能不能成真 还是要看俄乌双方未来攻势的发展 在这里 火力军还是看好乌克兰的 毕竟每过一天 乌军整体战斗力都将上升一分 而俄军也将弱上一分 那么俄乌战争会不会导致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呢 像一战二战时期 发动战争的国家是为了抢夺有限的资源 包括人口土地以及其他资源 说白了就是为了利益 在开启世界大战之前 发动战争的国家都会计算 能否绝对战胜敌人 然后再赌一把一战定乾坤 但是如果发起战争国家付出代价太大 失去太多 收益太少 再加上被动打仗一方的勇猛 战争往往也会结束 显然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初衷 是为了应对北约扩张的脚步 从俄乌战争的发展来看 俄罗斯是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的 你想想一个世界军力第二的国家 进攻一个排名20多的国家 居然不能在战争初期摧毁其政权 说明俄罗斯是带有轻视心理开启的战争 而且现如今的世界已经与一战二战时期不同了 国际社会有联合国这个组织居中协调 能在大战前尽可能斡旋 联合国不是以前的军事同盟 这个机构是世界主权国家共同组建的机构 可能在大国发起的局部战争作用不大 但是对制约世界大战还是能起作用 当然最主要的因素是核威胁 联合国五常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普京曾说过一句话 俄罗斯都没有还要世界干什么 这并不是一种威胁 这其实是每一个拥合国家 在生死存亡的时候都会发出的声音 而且都会做得出来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拥合国家都会遵守协议 不用核武器进攻 但绝不会面临亡国时 还高风亮节不用核武器 这也是核武国在国际社会 具有超然地位的最主要因素 也正因为核大国掌握的核武器 足够毁灭地球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形态 基本上都是局部战争 大多都是大国对小国的 局部的有克制性的常规战争 在没有找到对付核武器办法之前 没有哪个国家敢真的把俄罗斯往死里逼 所以火力军对于俄乌战争的推测 依旧保持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 西方国家继续援助各类武器 但绝不会发生全球性的世界大战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们觉得三战会爆发吗 俄乌都在准备的春季攻势 又会怎么发展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杜险 笠又编状 字幕志愿者 杜λα